兜鬼頭 窮遊 也瘋漏 回來了 我們都不見了人 曹總 你知道曹總很忙 所以不要緊 這一節我們倆繼續做 最多我們有多話說 沒有曹總 當然是薄弱一點 你知道曹總有很多笑話 Apple 剛才我們一直在說古蹟 我剛才跟Apple一直在說 香港怎樣保育古蹟 愛國怎樣保育古蹟 其實埃及根本就是很多古蹟的國家 其實埃及是怎樣保育 在保育古蹟的政策或方法 你覺得它是怎樣 你問到通好像覺得我是專家 我不是問你 你看過它是怎樣 你覺得它是怎樣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我覺得埃及是一個吃老本的國家 吃老本 即是沒有進步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 又不是有沒有進步的問題 而是它一直都在玩旅遊業 而它的旅遊業的資產 即是說那些 就是那些古蹟 我們經常看到的 而那些是幾千年前 留下的東西 其實它們就是不斷每一年 即是就算條路怎樣走 它們都會用那些來賺錢 即是我這樣的意思 其實不單止埃及 其實我發覺我們去旅行多 很多不同的城市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常說這個城市 沒有第二樣 譬如我十年之後有機會經過 原來你都是在銷售 即是那些旅遊的資訊 都還在銷售那些東西 即是我們經常說 好像你這樣說 吃老本 而這個是真的這樣問 是絕對是 我剛剛想說什麼 就是我覺得 吃老本不是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可能 因為剛才你提起那個 保育的問題 就是我都說 例如香港可能這個廟 已經變成了一個商場 一定會做一個商場 變成了一個購物店 我都很慶幸那裡是沒有的 而有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買的 有些人是很反對 就是如果走進埃及的古廟 其實基本上它們是沒有什麼欄杆的 即是除了有些洞 或者有些地方你不能走進去 會比較難 基本上其實你是可以摸那些古蹟 而有些地方 例如我沒有上去 但例如有一個皇后殿 我記得皇后殿 因為講皇后關於生育 然後代表生育的一個象徵物 就是牛 在他們的文化裏面 那座廟裏面 有一個很大的牛 浮雕 那你見到那個牛的浮雕 那些顏色是不同了 是滑滅滅的 因為那些人摸到滑滅 在大陸經常都有 對 那類的東西 又或者有一個神 它有一個生殖器官 代表生育之神 這樣就一直被人摸 摸到滑滅的 摸到生殖器官是靈了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也有朋友去過埃及 他跟我談開這個話題 他就說 其實為什麼不封了他 雖然摸可能是傳統 或者人們不偽信 各樣都好 但是這個是古蹟 其實被人好意摸 或者破壞 甚至真的有人寫東西上去 有些比較壞的人 他說 要保護這個東西 但我又覺得 一來你都沒有辦法包著整個廟 即是我不畫你這裏 可能是我那裏 我畫那裏 如果你真的包 難道你每一塊都包保鮮紙 那件事不可以嗎 我剛剛想起 我想拆開一點 你以前讀書那間學校 剛才不是跟你說 門楼上面的招牌 就是拿一個阿加力交鋒住 即是你說那個王家空軍 王家空軍 那個俱樂部 因為我以前在浸會大學讀書藝術 以前我們試過藝術 是在一個古蹟裡面 做一個校園 在啟德那邊 以前就是王家空軍基地 那裏有一個很大的王家空軍路 那個廢號 沒錯 那就是被一個阿加力交定制的 好像近來國徽一樣 是的 國徽事件一樣 怕被人塗鴉 就找一個膠盒套著它 我第一次看到我都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是那種 尤其去年埃及 我覺得沒有就沒有 破壞就破壞 這個就是歷史 或者是一個正常的選號 是的 當然你說是不對 其實都有人看管著 不能走那麼近 都有人這樣做 都是埃及人 我覺得 就是你剛才說 就是保育那件事 怎樣可以做到適可而止而 即是很合適的位置 那個界線 他很值得討論 是的 因為剛才我們都在討論 究竟我們用什麼程度去保育 究竟是整個把它變回以前的樣子 還是做一半 還是說不做好過呢 剛才我們在討論 可能有不同地方的文化 甚至它自己的一些歷史原因 還有當時那些人的生活 或者那些人民想它怎樣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說 其實現在的人 他們想這座建築物 變成怎樣 在今時今日 我猜這個都很重要 我覺得這件事是 拿拳的人很容易忽量 不只是說保育 很多東西都是 大家都明白 沒錯 你是掌權的人 其實你就是一個小圈子 你經常咆咆咆咆咆咆 其實你根本沒有問那些人想咆咆 只是說保育就是 你經常覺得 游出去最漂亮最好 最光鮮最好看 但其實你沒有問那些人民 可能你根本不保育就最好 他覺得最漂亮 就是他最原始的樣子 用一些古蹟來做博物館的地方 我覺得都是缺乏這件事 因為他經常覺得 香港所謂的保育 有很多時候都是說 給你看 你遠看過去 前面一定是尖了一些東西 擋住你 所以第一身就是接觸 其實你摸一座建築物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感覺 所以香港是 這方面我覺得是 就是好像這樣說 我覺得可能是一些政府政策的問題 你不要摸 就少點破壞 少點破壞就少點維修 我覺得是怕死 很簡單就是怕死 做了很多荒謬的事 說了都問 因為很多這些個案 好 那我們這個保育講完了嗎 好 我們可以飛一飛 好 否則我又講了一小時 剛才就想說多一點 就是關於這個 垃圾城的地方 好 垃圾城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應該是我開羅其中一個 最喜歡的地方 這個地方很有趣 很有趣 可以說一下小小故事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去 第二次去埃及幫我自己 一人坐Uber 我先插你一件事 Uber 有人跟我說他就叫Uber 但一輛Uber來了他找不到 Uber找不到他 他又找不到Uber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車牌是用阿拉伯文寫的 是呀 我想跟你證實這件事 是真的 好笑的 因為那些12345就是阿拉伯文的12345 基本上你是看不明白的 我當初就遇到這個問題 很笨 就是真的找不到 整條街都是車牌大樓 後來我就打給司機 當然聊不到 大部份都聊不到 你看誰接電話 我真的有這樣 後來我就覺得自己醒藥 就是我隨便在街上找人幫我 基本上你找任何人 我不敢這樣說 大家小心點 打眼色人 總之我就很幸運 我找到十個有十個都肯幫 而且沒有搶了我的電話 我的印象就是 剛才提到的 就是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拿著電話在街旁邊 你是一個外國人 他就自動走過來問我 是不是Taxi Taxi 即他們理解就是叫車 其實他們就會走過來幫忙 很多次都是這樣的 這樣 我後來又發明到 因為有些地方沒有什麼人 或者有些人 我的樣子太兇惡 我又不敢問 你又不敢找他 所以我之前都有提及 我永遠都有本寶袋在身上 本寶第一版 我就寫完123456790 阿拉伯文 沒錯 那我就確保找到車 這個就是一個小秘訣 我又證實了 真的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去埃及 你叫Uber 你就要聰明一點 找人幫忙 或者你自己學了十個數目 至少寫下來 那我繼續垃圾山 我剛才說坐Uber 我坐一下Uber 那些Uber全部都不懂 要不就繞路 要不就不懂 是真心不懂看Google Map 那些人不懂 按下路線 他都不懂 那你會不會理教他 當然有 其實那一刻我已經覺得我會開車 很多次都是我指到 這裏 right 然後走多離譜 然後走多離譜 不斷教 這樣就能走 如果不是等他 真的等天光 有些錢我給 總之有一次我要去一個廟 話說我Google 就Google到這張圖 那就是 哇廟是一個山空 石窟 那我就很有趣 那我又沒有特別起它底 我就看到 有趣就去了 因為很多天 我也是這樣 我經常都是這樣 那個地方是我Google Map 這樣按 按中了 然後就馬上叫Uber去 好像很豪氣 但其實很便宜 哈哈哈哈 在香港發生不到的事 總之Uber 我初來以為他會繞路 後來我發覺他真的不懂路 因為他不斷停下問人 開窗問旁邊的車的人 總之去到一個位置 他就慢洗開窗問人 誰知道他一開窗就糟糕了 好臭 是超臭 是臭到一個位置 哇 我真的覺得我好像跳進垃圾站那種感覺 然後我是很想關窗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我 因為我一直在按Google Map 看電話 沒有留意到旁邊 那一刻我看一看旁邊 我才發現周近有很多垃圾 原來我就進入了這個開落垃圾 關這個廟什麼事 關這個廟什麼事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在垃圾的裏面 其中一個山坡 但你搜尋的時候 就不知道任何的 我根本都不知道 只不過給你一張照片吸引 是的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但Turn Up是一個驚喜 因為我覺得這個 其實Turn Up 我再找那些什麼 類似Airbnb TripAdvisor那些網 其實也有很多人說可以去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景點 原來的 它就是一個很多 一個天主教 sorry 基督徒 那些叫什麼 基督教的 基督的群 有很多人說七個還是十個 全部不同款 就是在這樣的形式 在一些石洞裡面 全部都是在一個洞裡 對 就是掘掘掘掘的感覺 也就是在垃圾城那裡 它是在垃圾城 就有一個洞 然後就上了一個斜坡 然後就去了一個山丘 類似山頂 就是那個山區上面 就有很多間教堂 對 那裡就相對沒有那麼臭 但是就有很多很多教堂 但也有很多垃圾 挺有趣的 是很驚訝的一個地方 原來就是因為現在整個埃及都是阿拉伯人 其實沒有埃及人 正宗的古埃及人都消失了 相傳他們就是那群基督徒 即是那群基督徒就是古埃及人的後裔 他們叫科普特人 是另一個故事 總之科普特人在那裡是少數民族 其實這個垃圾城就是科普特人的聚居地 即是他們整個族群就是在那裡 我自己想像如果將來香港人被人滅族 有什麼都好 很擔心 很擔心 這個問題 可能到時我們就表了某個地方的少數民族 垃圾城 我不知道 沒有人倒垃圾 總之他們其實很多人都在一些鄉下的地方 有一個開樂市場 開樂是首東 避免賺錢多些機會 他們就過來 但其實他們沒有什麼技能去生活 所以後來發覺一撿垃圾 原來可以賣錢 他們就變成這個族群現在 現代開樂 現在來說其實超重要的 因為他們正在處理開樂的垃圾 很多垃圾 其實沒有動他們是不行的 反而是 沒錯 因為就是沒有人做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是 很多國家都是 面對垃圾問題就是沒有人肯做 所以現在經常說有些先進國家把垃圾出口 出口來東南亞 以前是去大陸 我們現在是祖國崛起的 又不收垃圾 搞到一些紙皮不值錢 現在香港 所以可能這裏都是在做這個行業 是的 回收業也有 什麼業也有 就好像剛才的背景 就是其實很大很大的地方 基本上民居和垃圾山是在一起的 基本上他們每一天都聞著那種臭味的生活 我那一刻覺得 為什麼好像很慘 但我想當中的人其實都沒有這種感覺 他們一來習慣了這種生活 習慣了這陣鎚 以及習慣了這種生活模式 就是每一天都在垃圾堆裡面找寶物 當然我們就覺得他們在垃圾堆裡生活 但是其實垃圾就是他們的生活 以及他們的賺食 他們能夠找到食的東西 就是在垃圾裡面 我們不是經常看到一些圖片也好 一些片 就經常說這些孩子很慘 要在垃圾堆收拾東西 收拾值錢的東西 其實不是那麼慘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有一次去了大陸一個山區 在甘肅省的一個很偏僻的山區做義工 就是教書 大學生去教書 然後我記得那裡有很多留守兒童 即是父母出城打工 就只剩下小朋友 還有老一輩、長輩 其實我去了兩年 那個體驗就是 我們覺得他們好像很窮 他們很髒 沒有乾淨的食水 沒有人臭 全身泥 好像很慘 他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 但其實他們才是最開心的那一批 因為真的無憂無慮 還有周三跑 他們要的東西其實超簡單 可能有一個零食 他們已經很開心 我覺得這些可能是我們都市人 叫做物質豐富一點的人 即是我們看這一堆東西就是垃圾 其實是寶 他們不單只是一個商業活動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寶藏 我裝進去 因為我都很白 我又跟人聊聊天 裝進去 他們真的 那個房間 間局也是一間房間 其實他們住的地方 有很多垃圾 一袋袋 即是屋裏面也是 屋裏面也是 不只是這樣一條街 街外面真的很醜 尤其是夏天和冬天都各去了一次 兩次都醜 但夏天醜很多 當然 可能整倍的感覺 但我記得也有個小意外 在那裡發生 就是我之後有一次去就拍片 然後我去到之後 因為找不到車出回去 又入夜了 就有點麻煩 因為你基本上走不到出去 你走到出去之後 它是一條高速公路 然後要再坐車 即是這些路很難走 是不可以的 終於轉到我有點迷惘的時候 有兩個I Club的男人 就走過來跟我說話 他們英文超好 是嗎 是啊 這樣就要小心了 是啊 我很小心 但我那次也做了一個很危險的決定 我覺得 上他的車 是啊 總之他們溝通 然後他都知道我 他都看得出我對他們很有保留 但我唯一很少少 因為我有些IQ人朋友 我就繼續跟IQ人朋友聯絡 然後我的IQ人朋友是說 你相信他們 然後就說你給那個電話 那個人聽 所以他們交換聯絡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總之他就溝通完之後 我就上了他們的車 然後我那一刻心想 其實那一刻可以開得沒得正 但轉到後 總之我又等他們開車 他們又亂來 等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說了什麼 總之轉到後 他真的肯車我 車了我去垃圾城的入口 就是高速公路旁 他又不是這樣扔下我的 他再幫我去截的士 然後再送我上的士 他就說 You are now safe 就是放心 然後就拜拜 我猜是你IQ朋友跟他交代 你如果送不到他出來 你也會送到他路口 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其實也有個危險 是因為之前也有些朋友 跟我說這個垃圾城 那些人是比較危險 他們可能有個既定的印象 再加上我自己一向都不太相信IQ人 因為他們真的受不了 你上一集也有這樣說 所以我那一刻是有點擔心 但轉到後是一個好的結局 而他們中間是超幫助 幫助我很多 又招呼我 都是正常人 我覺得危險是危險 但我覺得其實 看東西不要只看表面 旅行也是這樣 旅行也是這樣 所以不要給一個既定印象去綁住自己 有很多成見 今天就差不多了 垃圾城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多謝Apple Bye Bye